台北里长办公室社区设站打流感疫苗 原本外头还特地摆了塑胶椅 要给民众休息 就怕人潮太踊跃 但没想到却一片空荡荡 大家上一次比较踊跃 这一次的话感觉比较少一点 准备了350张号码牌 但却只有22个人来打 开打21天 总量已经打掉超过415万剂 不过25号接种量只有2.4万剂 闯单日新低 配测除了跟开打已经三周 接种潮退烧有关以外 可能也跟韩国疫苗死亡事件中 疫苗厂牌有赛诺菲有关系 对此厂商赶紧发出声明 表示进口到台湾的所有疫苗 都有通过检测 目前只有一例严重不良反应 再加上韩国当局证实 死亡案例跟疫苗接种无关 虽然新加坡超前部署停打 但双方密切合作中 希望尽速恢复施打 对此机关书也做出说明 到现在已经施打了400万剂 也没有发生类似像韩国这样的一个事件 至于日前爆出51岁男子 接种流感疫苗后出现多发性神经炎命危 专家表示接种疫苗后发生率只有百万分之一 但是如果不接种疫苗 得到流感后引发几率却多了50倍 流感本身如果得到感染的话 它引起GPS的几率可能是几十倍之多 接种流感疫苗的话 反而会降低整体GPS的发生率 流感疫苗风波频传 当然卫福部也赶紧要求国内正在进行 新冠肺炎疫苗临床实验的厂商 将受案人数从1300人增加到3000人 而且必须追踪一个月 严谨应对就怕流感疫苗之乱 冲到复彻 接下来杨氏区黄赛伟 冲完之台报道